奥运领阳夺金 哇我们国人很多人都红了眼眶 尤其是在颁奖典礼的时候 很多的小片段现在大家都流行 大家来做各种的解读 因为这感动还没有停下来 例如当领阳跪下来 亲球场地板那一刻 我多看了一个 因为后来王岐霖跑去打他屁股 但这一幕真的是感动了好多人 甚至他用这张照片告诉大家 金牌是要送给你们的 跟他的粉丝支持者说 而李扬呛王岐霖一句话 是不是累了这个时间点在哪里 第二局本来看起来 第一局赢很多 第二局本来稳稳的 看起来第二局却不太顺利 不应该要拿下而没有拿下来了 那王岐霖事后就说 其实李扬就呛他 你是没力是不是累了 结果反而激励他更有冲劲 到第三局他们自己承认 体力也在下滑 但还好各种的努力跟激励之下 拿下了金牌 那李扬现在已经确定 接下来要到国立体育大学 去担任副教授 刚刚校方也公布了 最后确认的消息 希望接下来能够帮台湾 培育更多的 可以这样在国际扬名的 学生们 选手们 那当然也很多人遗憾 他真的不打了吗 不在球场了吗 好不容易 我们有这么厉害的金牌选手 真的对他的期望很大 至于王岐霖回归球队 也可能再重新找对象 一起搭档 再战国际舞台 另外还有射击的选手 李梦源 定向飞把 也被说很厉害 超鬼的各种射击法 现在呢 也看他的比赛之后 已经在8月3号 29岁的 这个李梦源 本来他过去16岁就已经 入选国家队了 很优秀啊 但本来他要放弃比赛了 为什么 因为呢 各种的原因让他发现说 一度要放弃是因为 没有办法 经济各种条件 没有办法配合这个学习 甚至进一步的成长 年纪轻轻爽出名堂 被誉为金童啊 就恩师菜白生过世之后 当初念大一嘛 就决定休学要放弃社籍运动 有一天到宜蘭靶场去 就在这个靶场 现在还说可能会被废掉 现在有各种的方式 可能要想办法 合法给留下来 那前辈教练一直劝他 不要放弃啊 我们舍不得你放弃 你这个天才选手啊 这个所谓定向标吧 可以像你打成这样啊 所以很多的支持者 包括有位薛小姐 还每天打电话鼓励他 那帮助他 所以才让他终于重返赛事 这一次也在奥运上面 发光发亮 先讲李洋吧 李洋28岁 王麒麟29岁 都是1995年出生 但是一个月份的关系 所以李洋还稍微比王麒麟年轻一点 而台湾的羽球一哥 周天成34岁 也就是说 他也好可惜哦 我也看到他比赛 对印度的选手 就是没有晋级到四翔去 但是实际上你们发现 李洋的年纪算最轻的 可是他却是最早一个 说出来要去退休的人 当然我相信 他也有他个人的人生考量 人生规划 其实我都非常尊重 虽然觉得可惜 但是也是祝福 只是说 希望他之后转为教职的时候 能够把他的精神 跟把他的能力 传递给更多我们的选手 因为这个才是真的 最有意义的事情 传承 而这次的麒麟 在奥运发光发热 我觉得不只是 我们看得很兴奋 其实他们的家人 也是非常的紧张 像是李洋的父亲 为了看到李洋的比赛 亲自坐飞机到巴黎 去见证李洋的最后一役 然后过程中 现在不要说机票花了 9万多元很贵 因为他父亲不会讲外国话 外语不好 英语 法语都不行 所以他整个转接过程 发生非常多的状况 还要靠别人帮忙 才能够顺利的到达 法国巴黎 看到他儿子的最后一场比赛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让人感动的 因为我要知道 一个运动选手 他能够发光发热 他背后一定有一个 非常支持他的家庭 不管是父亲或母亲 但是我觉得光这个还不够 还是需要有政府的部门 能够来协助 我就举个例 李孟远他拿下台湾第一面设计奖牌 我们大家很高兴 但是问题是 李孟远大家不熟悉 为什么 因为小时候我们会拿羽毛球 在教室走廊公园打羽毛球 大家有看过 有人拿现弹枪 公园练习设计 只有川普的造势场 对吧 谁会看得到拿现弹枪练习 但大家知道 设计跟马术 包括高福一样 都是相当不便宜的一个运动 位置运动 对 很简单 像这个李孟远他练习的项目 叫双不定向射击 也就是说 两个泥把飞起来 碰碰开两枪 光这个动作 一次大概就是五十几块钱 一次赶快贵五几块 但他一天只要练习一百次 就五千块 而且一整个月要练习多少次 这全部很贵 对 这是一个 算是昂贵的练习项目 它跟空气枪不一样 它是实弹射击 那都很贵 还不包括枪制的购买 储存 保养 淘汰 以及场地使用费用 这一般人原理上是打不起的 要不是因为孟远他的父亲 非常支持 硬去做这个动作 老实讲 孟远现在是没有机会得牌的 而且跟各位报告下 更尴尬的是 台北市居然还没有 飞把射击场 没有 所以他要嘛就是去 宜兰的四方林 要嘛就是去林口的 攻西把场练习 他只要车程单趟 起码都一小时以上 来回两个小时以上 所以今年累月的努力 换取现在的结果 我们虽然很高兴 但是我老实讲 真的是辛苦了 这个选手 以及他所有的家人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争取 希望台北市里面 自己也能够设立一个 合法的飞把设计场 让我们的选手 能够有更好的环境 更好的资源 来做相关的训练 我觉得这是国家的责任 也是市政府的责任 好 我们来看看选手的故事 在跳水的部分 有一个好萌哦 全红蝉真的是很萌 他跳水无水花的 这位中国跳水选手 这第一陈玉系 在全红蝉出现之前 他永远都是第一名 那有了他之后 两个人互拿一二 有时候他换第一 这两个人双双人跳水 拿下了金牌之后 居然有一个 自称天津首富的白发老翁 突然公开说 我要把你来 招你当我的儿媳妇 但是你有个条件 必须要我儿子打你 你都不还手 天哪 这什么话 立刻被连上 那人家的荣誉是 金钱买不到的好吗 人家花了多少的努力 刚刚看到的这个 他的训练项目的 每一个环节 都是苦苦的训练而来的 每天非常严苛的训练自己 就是为了能够在比赛上面 脱颖而出 这个训练的强度 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办到的 那所以全红蝉的姐姐弟弟 也都是姿佑的 这个选手 跳水选手 未来也可能跟他一样 在国际舞台发光发亮 但因为家里的家境都不是很好 都需要很多的资助 训练才有办法走到今天 因为他太可爱了 所谓的松石式的广州风格 又很喜欢这种娃娃 所以到每次比赛 就有下起娃娃 与台上丢了很多娃娃 他就感觉很多人形容 他不是来比赛 他是来进货的 你看去娃娃机进货 这么多人送他的娃娃台过去 甚至把丑鱼脱鞋 穿出一个新高度 国际上看到他各种松弛感 广式松弛感 无人能敌 外媒访问他 都自己笑到没参不动 所以像这样的 十米跳水的决赛 被封传的绝技 各种影片里面告诉大家 他怎么拿水平蹲 怎么刻苦的练 怎么给自己磨难 才有办法走到今天 当然全宏禅 他是算是中国大陆 一个传奇跳水选手 我是为什么说传奇 他才17岁 可是他上一次在东京奥运的时候 创下一个史上史无前例的 就是每次跳都满分 三跳全部满分 所以连他们 他的上一代的这些所谓的 拿过很多面金牌的这些好走 说这个太厉害了 就说他是天才跳水选手 当然他红了 因为他就是那一次 一次成为全中国大陆 偶像 偶像级的跳水选手 当然就会有很多他的故事 比如说他说 他是出生于广东的农村 他为什么要加入跳水队 为了要赚奖金 给妈妈治病 对 干妈妈治病什么的 就会说他很孝顺 不过最近有一些网路上 就有一些奇奇怪怪 比如说这个老头 什么 这个很奇怪 老实说现在全宏禅不缺钱 那你说什么 怎么会加一句什么 希望我儿子打你的时候 你不要皇上 这一句话 会大家觉得就是在趁热度而已 可是像全宏禅 他最近他的家人 接受媒体访问 他是直接讲 因为外传他的累积 就是他出道以来 他出道大概已经十年了 那这十年以来 他累积的奖金 大概已经破千万的人民币 但是他的家人说 没有 没有 而且他都 就是说他有多少钱 那个家人是不会去用的 所以他就说 但是他确实改善了 家里的生活 我觉得这一家 算是很低调 而他的弟弟妹妹 也都参加了跳水运动 我觉得我们就拭目以待 会不会有这个 以后姐弟合作 更多新鲜的话题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谢耀周 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检查一下 因为听说有些人 按这个订阅之后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 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谢谢 拜托 拜托